你好 这里是不安心情维告解专欠 我是今天的专员陈映彤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呃 喂 喂 您好 呃 我有几个疑问想要请教你们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的那个老公啊 他嘴巴破洞啊 一直舔舔那个 我脚破洞的地方 那个会不会容易 就是会感染什么细菌啊 呃 这位小姐 一般的亲吻 不会因为口水接触 而传染艾滋病毒 除非双方嘴里都有伤口 像是牙齦发炎或是口腔溃疡 如果你又喇气接触到血液的话 才有可能传染艾滋病毒哦 当然是嘴巴跟脚 如果嘴巴跟你的脚 都没有伤口的话 一般是不会因为口水接触 而传染艾滋病毒的 那请问你们在性行为的时候 有全程正确使用保险套吗 有啊 有啊 有 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 还是有做安全防护措施的 我套子都戴在我的 而且中间中间有不小心 就是一直掉下来 因为就是不知道什么 反正就是太大 然后可能就是摩擦 摩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就掉下来 但掉了之后 我有再把它重新再带回去 这样是可以的吗 掉下来就不能重新再带回去了 你就要换一个新的 你好 这里是不安性行为告解专线 我是今天的专员陈英彤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不安 那个 我叫韦伦 对 就是昨天我去开那个HomePod 然后我就 对 然后就那个 安就从我后面撞过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 就是我想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要坐在那个马桶上面 然后我就就是做针毡 我的屁股就是觉得有点痛 这样子我会不会知道 有没有感染 我要去哪里检验 韦伦你好 我这边建议你还是可以 透过抽血来检查 那检查可以分成抗原跟抗体 复合型初步检验最快需要三周 才可以检验出是否感染 如果是一般抗体的话 初步检验需要三个月 才可以检验出是否感染 可是我去检验的话 会不会有人就知道我是谁 我可以化名吗 如果你担心的话 当然可以选择匿名筛检 会不会有什么空窗期 我现在感情有出现空窗期 你感情的空窗期 我是帮不了你 但针对艾滋病检验的空窗期 这些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在感染艾滋病毒之后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才会在血液体液中 出现艾滋病病毒的抗原 以及抗体 那这段已感染 却无法检出的时间 就是空窗期 一般来说 空窗期会依你使用 挑选哪一种检验方法 跟检验的标的物 会有时间的不同 最快最快都要21天 这21天内 尽量拜托你避免不安全性警危 一旦有发生不安全性警危的时候 建议你在空窗期之后 再检验一次 对你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 你好这里是不安心情危 告解专线 我是今天的专员 陈益彤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喂 我叫彤彤 对就是我最近有同居的室友 然后我觉得他的生活有点混乱 然后他就是会一直 用我的杯子 然后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 他还拿到我的 甘露牙刷 你先不要哭 我也没有想哭 但是就是 我就想说我这样子 我含到我的口水 会不会怎么样 而且我们大便的时候 都是用同一个马桶 那这样的状态上 会不会 会不会粪口感染 现在是没有人经过 唾液眼泪或汗水接触 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案例 就算你与艾滋病毒感染者 一起用餐 也不会感染艾滋病毒 针对粪口感染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有钢胶的话 因为钢门的粘膜细胞中 他粘膜下淋巴球 有些具有艾滋病毒的受气 在钢胶的行为中 容易造成粘膜破损发炎 所以在同样都是不安全的性行为状况下 钢胶的性行为感染风险 会比阴道或是口胶的性行为风险来得高 但用同一个马桶真的是没有危险 那针对他不小心使用到您的电动牙刷 我就会需要知道您的室友 和您的口中是不是有伤口呢 有我有伤口 因为我就拔智齿 你要看吗 可是还是可以开视讯 我现在没有办法看 你自己照镜子检查就好了 那因为你有拔智齿 所以你口内有伤口 所以你一定要去检查你的室友 嘴巴里面是不是有伤口 如果有的话 你也觉得他是艾滋病高风险的族群 那就建议你赶快去抽血做检查 我现在心情很糟很乱 你不要再问我了 好那谢谢你的来电 你好这里是不安性行为告解专线 我是今天的专员陈映彤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不安 呦呦呦 我是新洲的戴阿田 就是我有一个很困扰 就是我最近被蚊子叮 然后叮到我的奶头上面 我就觉得很恶心 就是他如果说那个蚊子他有咬过那种 可能有艾滋病的人 会不会就是蚊子吸饱那个 艾滋病病毒的那个血之后 然后再来叮我的奶头 这样我的奶头就会感染到艾滋病 那怎么办 大阿田你好 艾滋病毒不会经由 蚊神等昆虫叮咬而传染 蚊虫的口气表面残留极为量血液 也不足以传播病毒 而且这些昆虫在吸完血之后会消化血液 蚊子的口气吸血是单向的 不会再由食管吐出来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得到艾滋病毒 那如果你蚊头觉得痒的话 记得擦一些止痒的药膏 就没事了 请不用太担心 你好这里是不安性行为告解专线 我是今天的专员陈英彤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不安 喂你好 是 最近才知道我得了艾滋病 我真的有办法 再次得到爱情跟幸福吗 我原本一直以为 爱跟幸可以分开 但我现在觉得我发现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 如果有爱 但却没有幸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还有办法得到幸福吗 很遗憾的 虽然艾滋病目前尚未完全被治愈 但你只要定期就医 依照医嘱服药 你的健康状态与平均剩余寿命 其实与一般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而且如果你稳定使用艾滋病毒的药物 连续六个月以上都测不到病毒的量 就几乎不会透过性行为传染给性伴侣 测不到等于不会传染 你还是可以透过安全的性行为 正确的全程使用保险套得到幸福 如果你已经确立得到艾滋病 你的伴侣其实是可以使用PREP 艾滋病预防性投药 它可以在你暴露在艾滋病毒之前 预防性的投药 它基本上是结合两种药物 来阻断HIV病毒感染宿主的途径 如果你持续服用 让PREP维持一定浓度 这些成分你就可以阻止病毒进展到 感染确立阶段或在人体内扩散 但PREP不是疫苗 身体不会因此产生抗体 你需要定期口服使用才能有效果哦 每天服用保持体内药物的浓度 就可以降低九成以上得到艾滋病的风险 但是当然永远要配合保险套 才是安全的性行为 那过程中要听医生指示 每三个月回去做HIV的筛检 还有重新评估这个服药风险 才是完整的预防 你前往要记住在发生性行为前 服用一颗体内药物浓度不够 是不能有效阻隔艾滋病病毒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网页查询更多的详细资讯 若您是艾滋感染者的配偶或伴侣 35岁以下年轻族群经检验确认 未感染艾滋病毒 且经过医生评估需进行预防性投药者 政府提供整合性PREP服务 包括药品补助和艾滋预防咨询 卫教性病筛检及治疗服务 如果有需求 请拨打1922 及关署咨询专线哦 那你有吗 你有爱情跟幸福吗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有吧 有有有 我觉得有 小姐 小姐你在笑什么 小姐 小姐怎么不讲话 小姐 我 我 是 可以帮我当马赛克吗 可以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